超級英雄大集合的芯片復仇者聯盟 被視為今年最令人期待的電影之一 日本推出的最新浴槓也透露出更多電影細節 鋼鐵人 雷神索爾 美國隊長和綠巨人浩克 每個人單打獨鬥都能創出億萬美金票房 這回全員集合光是拍片預算就高達兩億兩千萬美金 比起之前的單集預算都高出至少七八千萬美金 可見電影公司對回收票房是多麼有信心了